欢迎收看财经Mahouse 我是阮木华 台股我们往往讲说每一年年初 就是所谓的做梦行情 因为财报没公布 大家都可以做个梦 所以很多股票在今年第一季 涨得特别凶 不过进入到4月 根本有发现 其实涨势有些停顿 你可以看大盘16000都公布过 是一个很明显 一个区间的行情 为什么涨势停顿 我觉得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跟台湾 即将要公布第一季的季报有关 5月15号之前 所有上市会公司的季报全数要揭露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做梦行情 如果没有实际的营收 包括获利的增长来支持 恐怕有些股票要高档修正 这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谈的一个重点 另外就是美国也要进入到 财报要公布的重要时间 这个礼拜开始 这个周五美国的大银行开始公布财报之后 就陆陆续进入到这个标普500大企业 尤其是一些关注的科技业半导体产业 他们的财报要公布 苹果5月5号的财报是一个重头戏 台湾上市会公司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大力光财报 在这个礼拜首先是打头证的 另外下个礼拜更重要就是台积电的财报 4月20号 台积电第一季 缴出的获利恐怕应该不会是太理想 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到它的营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衰退了 但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他后面的这个财测 也就是说他第二季怎么看 为了一个展望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 因为第一季不好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所以在这样状况下 法人们最主要的关注台建后面的一个展望的情况 这是下礼拜非常重要的有关台湾财报季要开始的打头证的第一棒 这个大力光跟台积电的情况 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其实美股最近的走势也有一些停顿 比如标准普拉500指数大致上就在4000点到4100点之间 瑕福的一个整理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现在预期后面经济衰退的压力还蛮大的 就是说大家可能担心后面经济衰退对企业获利的冲击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过去这个通货膨胀下来 然后往往每一次通膨CPI这些数字公布 刺激美股上涨的力道也在减弱了 就大家大也预期了就联准会5月就是最后一直升息 后面利率就维持一个稳定了 乃至于可能后面在降息 所以你会发现这礼拜美国公布出来的CPI 对美股的刺激 并不明显 因为这一次公布出来的CPI 它其实是好于预期 而且是很明显好预期 CPI掉到5% 还记得吗 去年年中的CPI高达9.1% 那是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 自此之后CPI就持续下滑 公布出来是5%是好于市场预期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美股也没有因为CPI公布出来的 这个好预期的这个数字而激励上涨 那这个CPI实际的数字5% 然后呢 核心CPI是5.6% 我觉得可能问题在核心CPI 因为呢 上个月的核心CPI是5.5% 所以这个月公布出来5.6% 它上去0.1% 所以核心CPI可能是现在最难对付的地方 那另外我们就看到 这礼拜联准会也公布出来最新的会议纪要 那这个会议纪要 大概18个这个投票的委员呢 大概一致性的认定说后面还有再一次升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市场认定 5月联准会议 这个议席会议还会有一码升息 也就是说利率大概应该会拉到5% 不过呢 拉到5% 其实你从这个会议纪要也看出来 其实联准会的决策官员 开始在担心经济衰退的情况 过去他们都认为说经济不衰退啊 这个几率是比经济衰退的几率来的大 但在这次会议纪要里面 正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 就是开始有比较多的官员认定 这个经济后面有可能会衰退 就今年下半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联准会大概升息也到高峰了 所以现在市场走在一个十字路口 为什么十字路口呢 因为第一个财报马上要揭露了 我们常讲首席部要建公婆 那漂亮的媳妇也会建公婆 所以财报一揭露之后 大家没打混账的空间了 这个好股票一定出头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利率也走到一个高点 它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后面到底要怎么样 现在目前市场也在静待它的一个变化 还有就是经济到底会被衰退 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所以我觉得今年第二季非常关键 在第二季你要怎么样散选这个个股 散选ETF 你的投资标记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决策的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什么事情都走到了十字路口 走到十字路口 我相信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大概心中就无啥啥 到底我现在应该配置在什么样的ETF上面 什么样的股票上面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决策 我的资金比重要放多少 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大师 一起来跟大家说分明 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股市老先爵 杜金龙杜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跟大家谈一谈他对第二季 甚至今年下半年整个行情的看法 杜大哥你好 莫阿兄各位观众好 好 好 我们另外请到一位大师 就是今年No.1第一季 大家都知道所有11党高股息的ETF 居然是黑马胜出 所以我们立马把他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因为他绩效实在太好 第一季就报酬率就达到15% 就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ETF 00919的经纪人谢明志在我们节目现场 明志兄你好 杜大哥好 杜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等一下要好好来请教你 你怎么样今年第一季可以达到15% 这样的一个绩效 而且是打败大盘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第一季 加权指数是涨了1730点 涨幅是12% 大家看到加权指数涨12% 都已经很觉得很了不起 因为是在雅谷里面排名第一 这个涨幅金子次于纳萨哥指数 因为纳萨哥指数第一季涨了17% 然后这个费人半量体指数涨28% 但是是完胜标准普洱500指数的 以及更是完胜这个道琼 因为道琼几乎今年第一季是没怎么涨了 大概涨不到1% 所以怎么会涨到15% 以及大家都很关心说 这个00919现在后来居上超越老大哥00878 跟0056这两档大家耳熟能相对高期的ETF 今年的配息到底会怎么配 这个季配6月开始要配第一次息 大家猜说到底要配多少息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你的重点 不过一开始我要先请教杜大哥 就是说现在马上标普的500大企业 都要发布财报了 他先走在台湾之前 他可能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先行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 整个市场的预估是什么呢 因为今年第一季美股的涨是很惊人 我们刚刚讲No.1 费人包装机指数涨28% No.2 纳萨克指数涨了17% No.3 这个标准普洞500指数涨7% 那当然最后的就是道琼涨不到1% 不过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上涨 那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今年第一季的财报对美股就有冲击 你会发现最近美股就不太开始涨 尤其是涨凶了 像今年第一季涨80%的这个回答 最近又开始在回答 为什么 因为财报要揭露 那根据Fedset的一个预估 大致上他们估出来就是说 现在目前看到标普500大企业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会衰退6.88% 这个可是2020年疫情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季衰退的幅度 同时呢 现在目前有106家 标普的公司已经对上一季发布了所谓负面指引 这是历来最多的一个次数 因为过去历来呢 就大概差不多65家平均数 但是他多出了100多家 所以就让市场觉得说压力很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礼拜大家最关注就是说台积电 居然这个优等生过去他的财测都是贴近财测目标区的上缘 这次居然说如果以新台币计算连低标都没达到 大家这个吓一跳说第一季台积电整个营收只有5086亿 这个数字呢 其实真的是低于他整个如果以新台币30.7所换算出来 167亿美金的一个低标的一个数字 所以大家都关注 那我说台积电下个礼拜的法说会到底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 魏哲家总裁会讲乐观呢 还是会讲怎样让市场大家更吓一跳呢 这个我们要来请教杜大哥 杜大哥3月台积电营收真的是崩崩崩 你可以看到1月营收还有2000亿 2月营收掉到1600多亿 其实已经出现月比很明显的衰退 没有想到3月营收居然掉到1400多亿 他上一次的法说会 所以本来去预估1Q 既营收大概衰退在17%左右 现在负18% 所以是在他的预期范围稍微更低一点 那现在2Q的话下礼拜是法缩位的话 一般来讲法联大概估说应该是在10%之内 如果说到刚才讲的莫怀兄讲的说5月如果在2Q法缩位的话 再看他会不会比疫期来的差 这是大概其中一个 那刚才莫怀兄有讲 美国标普 我记得他4Q的时候说整个营收 那个盈以会衰退5% 现在是6% 那我们 台湾的4Q上市公司的盈以后来衰退QQ48% 那我们今天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金融股 他已经在跟你讲1Q的税后引起衰退47% 就是说我们理论上如果金融股衰退47% 理论上在5月15号公布的1Q的财报 也应该不好 因为我们有这个表 因为每年的4月1号 我会把全部上市公司的这个营收 营业利率跟税后存益率做汇总 那今年也汇总过 那还会预估今年的上市公司的莫利 那总结来讲 我们7年上市公司 因为我们报纸都报上市上柜 其实上柜7年是赚2000多亿还成长 那上市公司是衰退 莫利是衰退8% 后来两个人把它平均说衰退7.7% 那衰退8%的话 理论上目前我大概收集了 差不多380几家 N2报告 像说有N2报告我经常收集 大概衰退2成多左右 那2成多理论上应该摆在1Q 2Q 所以我们1Q的财报理论上应该会跟美国一样 是跟4Q稍微比较不好 可是我们股票市场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我们股票市场股价领先 这个盈利或是营收2到5个月嘛 所以我们现在公布4Q的财报 盈利很不好 可是股票是 低档是去年的10月25号嘛 他开始1Q我们涨12% 那情益很厉害 1Q比那个12%还得到 真的很棒 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估啦 就说你这个1Q涨那么多 你公布的盈利应该不好 那再来我们就要推2Q嘛 就是我们大概估的一个东西 那我看一下 我一估的这个资料在这边 就说我们 7年大概衰退8% 那今年大概衰退2成比较豪迹 那涅稀股里面比较好 那半导体是也有衰退 可是半导体里面 你会看到 我们1Q的半导体还涨20几% 就说你整体是衰退 可是你的股价往上涨 尤其像台积电 台积电涨了大概17%左右 我记得 会半的话好像1Q是涨29% 会成大概涨16% 那这个东西就说你股价是反应先衰 反弹吗 就说大家认为基期 比较低做反弹 那再来我个人来看一下盘氏 盘氏我们1Q是涨12.2是全世界第10名 亚洲第一名 亚洲第一名 还可以打败他 那搞不好就是 国内第一名的东西 那我们想 我们统计资料 因为我一直认为1Q是高点 可是现在是快要过万六 可是他没有过我讲的反弹 0.618的位置16331 现在好像这个16331 在万六有一个人在卖 我猜的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缩险公司 因为缩险公司 7人卖了8000多亿 晚又1Q大回补 外资有回补2000多亿 大回补晚又 到万六好像有一个人在 这边卖股票 15950点附近就被打下来 对那我们可以下 我们这个5月份 台湾61点来 5月份高点的话有11次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是空口市场1Q是 经常是高点 所以那如果说真的盘中有过 那再来就是5月份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1Q是我们台湾上市公司 获利最好 平均大概8%左右 那我们是涨12% 那2Q 我们台股61年来 平均报酬率大概3% 比1Q的8点多 2Q降到3.3 就代表说 2Q台股相对 比较不容易表现 而且2Q里面 台股经常在跌的话 是5月份 OK 我们5月份有缴税 还有1Q才罢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盘数 我的规划 盘数的话 刚才我们讲的 其实国安基金 在7月多进场 他一下就反弹到1545 457 那你看到15457到现在 我们录影的时间 只有涨500点 500点 500点花了多少个月 从7人的7月份到现在 已经花了8个月的时间 就代表说 你跌不下去 可是你涨好像在万六 有一只手把你压抑 所以万六 那他是从国安基金进场 13000 跌到12682 底下往下砍了1300点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大 比较好的话 你有 有这个忍耐 你就把这个154575 再加1300点上去 那你就可以回到我们7月1号的起跌点 最波的起跌点是16811 这是我们 可是目前来讲你在这个万六 你就已经有一个 一个压抑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整个盘事来讲的话 我个人还是认为 就说我们从气人到现在 就说气人 跌了这个 我们这个叫做出跌段 跌了将近6000点 5990 那你现在做VPOR返弹 已经返弹5个月时间 那你很多的股票 除了台积电没有破波状高点 完以后很多的股票都非常的 串历史新高 那完以后 你会不会在这边 1Q或是2Q的某一个点 开始做VPOR CPOR的一个整理 那这个CPOR整理不像APOR那么长 APOR大概跌了6000点 我一直认为我们今年的高低点是 这一支特质是一个相形整理 高低点是4000点 那完以后你2Q3Q 在做相形整理 4Q选总统再弄上来 这是我大概整个一个盘事规划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上市公司获利 7年衰退8% 那今年有可能 目前是估衰退2成 那你的贬益比 昨天交易所公布的落后贬益比是13倍 可是我估的话 我们目前的本益比已经到16倍 那我们最近的本益比大概 7年这3年都是9倍到14倍 那你目前已经16倍的大港本益比 理论上在这个箱子的高点 所以这个16000 会不会过 那我们目前认为他应该还是有一个压力在 OK 那杜达哥已经把这个盘事讲得很清楚 其实杜达哥从去年以来看盘事都没变过了 那370喊台积电解定存买进也没变过 那台积电从370这一波今年最高到538 那第一季台积电确实涨不少 涨到超过10% 那但是你又发现台积电第一季涨完之后 它其实进入到2、3月 就等于说它是1月涨了 对 52最高 56最高 最后喷嘛 就是喷1月31号那一波 我就卖在哪一边 孤年开红盘那一波 就喷到那一波之后就停顿了 最主要巴菲特卖台积电也有影响了 台积电的股价就压抑 大概就在530到510这个区间 你就发现其实台积电压抑的话 大盘植物空间可能就不大 因为毕竟它占了三成的一个权重 你说台积电不涨的话 你说大盘要涨到哪里去 恐怕就不容易 再加上1Q 刚才杜拉哥讲说 我们过去历史平均涨8% 但是我们今年是涨12% 所以它已经超出历史平均涨幅 那2Q历史平均涨幅是3% 就差很多了嘛 对没有错 所以说2Q看起来就是有财报 跟这些变数的考验 那问题就是说 我个人是觉得 去年10月25号的低点12629 即使今年再去测大概 也不会差太多了 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 往下其实是一个好的逢低布局的机会 因为毕竟我们做长线一个投资 我们是要把好股好ETF再买在低档 越低档买我们的值率越高 同时我们相对买进的成本就越低嘛 所以如果第二季有跌下去 倒不是为是一个逢低布局的机会 但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来检视一下第一季 到底哪一些ETF 在高股息的部分胜出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 投资高股息ETF 投资人的心态就讲 第一个我股息一定要高嘛 不然你怎么叫做高股息 所以配息率一定要好 股息值率一定要好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赚股息的同时我可不可以兼赚价差 这个就梦拉丁三口 我们两个都赚 我们就来检视一下 今年第一季到底是一档 所谓的高股息的ETF 他们的排名表现是什么 我们就赫兰发现 花群艺的台湾精选高股息 00919 居然他第一季的报酬率是15.52% 这个完胜了所有的其他10档的ETF 我们看到10档的另外10档的高息ETF 像大华优利高田息30也不错 他的这个第一季的报酬率是12.878 但是毕竟也差了快3个百分点 还有就是富邦特选高息30 他的报酬率是12.7 0056这个老大哥 元大高股息报酬率是1.93 不是也不错啦至少也双位数 但是他稍微输了大盘指数的一个涨幅 另外还有就是富邦台湾优值高息 11.56%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上超过两位数报酬的 就这几档其他都是在各位数报酬 各位数报酬 讲实在的就输大盘蛮多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把00919的经纪人请来了 就问他说到底你第一季是怎么样 创造15%多的一个报酬率 我们今天请到了明智来到我们节目讲 明智你这个要好好来跟我们讲 你今年怎么会创造这样的一个 好的绩效出来呢 刚刚杜大哥讲说 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大盘的天花板1万60在这边 所以第二季可能大家就很关心 那你要选什么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上市会公司的获利会不如去年 尤其是去年第四季 刚杜大哥讲说 所有上市会公司这个获利已经是 去年都相近快五成的衰退 都四成多的衰退 这个衰退幅度很大 所以今年我想这些高股息的ETF的 经纪人选股上面的工作 这个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要请教你 先请教你 为什么我们今年第一季可以完胜其他人 刚刚穆华哥跟各位解释的很清楚 其实穆华哥说 第二季回档不失为高股息加码的好机会 时间拉回到00919 成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杜大哥刚刚讲的 台股的低点10月25号往前一个礼拜 你们正好成立在台股去年第四季的一个低点 对 那时候低点以穆华哥刚刚的逻辑 其实逢低就是最好的买点 OK OK 所以10月买其实一定很好 对 那再来其实要考虑到节庆 或者是季节性因素 对 其实外国人都讲说圆月行情 圆月行情 外国人讲圆月行情 所以圆月大盘有没有涨 有谁买的外国人 对 就外资买 买了2000亿啊 对啊 那再来2月换谁买 换内资买 为什么 刚刚穆华哥也讲了 1月的时候 1月31号兔年开红盘 对 开完红盘大家满手的是什么呢 年终奖金 对 那年终奖金国人最喜欢什么 高股息股票 所以2月3月我年终奖金零很多啊 所以零很多就开始分批布局分批布局 搭配企业开始公布他的股息 好的配息的股票 基本上就涨了 对 公布很烂的 股价就跌了 没错 对 所以呢2 3月开始 外资买盘缩手了 那那一支就接棒了 所以那支接棒就是 拿年终奖金出来买高股息的股票 原来是这样 OK 好 所以这个有一个tempo 人续接棒的一个味道 对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往往其实会觉得说 第一季可能就是高股息股票的好时候 对 那12月我们这一档00919有进行换股 那这边有 去年12月换股 第一次换股 对第一次换股 那换股的时候 我们这边统计热门的高股息ETF的部分 其实在12月以前 其实大家绩效差异不大 OK 那等到12月之后绩效忽然出现比较大的差异 那00919 为什么在后面从12月换完股之后 到第一季可以领先大家 就像木华哥刚统计的报酬率 其实比大家高出一截 OK 关键是12月的时候我们换股 换了很多的半导体跟航运股 OK 那半导体股其实基本上是去年被错杀的 对 但是获利是好的 所以这边呢 我这边有统计一下是说 对 0091912月换股的半导体股跟航运股的部分 换了哪一些 其实我们持有的部分的话 举盘像联电 金元电 联发科 瑞育跟瑞鼎 这些都涨不少 这些都涨不少 涨幅都很明显 对 就像木华哥讲的 2023年都涨不少 对 三成多 两成多 甚至有接近四成的 瑞育讲的涨了快40% 对 但是那时候12月换股的时候 2022年他们都跌很深 跌很深其实是好的买点 而且那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说 前三季年成长率很惊人 年成长率很惊人 其实你就可以期待他今年二三月 宣告配息的时候应该会不错 配息不错 股价又低 你12月就把它换进来 其实就是等资金回来 那2023年第一季就会有好的表现 那这边我们统计一下说 其实大家 刚刚木华哥有讲 市场上的老大哥0056 然后市场上的人气王878 其实00900也蛮多人关注的 那这边拿来跟919来做比较的时候 其实木华哥刚刚有提到 问说五月我们会怎么换股 那五月换股的时候 上市贵公司其实近期已经开始说 他们董事会决定要配多少息 是 但是最慢最慢最慢什么时候要公布呢 5月20号 这是法规规定的 那所以我们就等上市贵公司 都公布完他的配息 数字是多少 我们就用当时最新的股价去对除 我就知道我投入的每一分钱 到底可以领多少股息 那我就挑最高股息的这些来买 ok 那刚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太慢 刚刚已经有提到12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布局了 对 所以5月其实是做一个校准的动作 就是有没有12月漏网之余 没有选进来 或者是12月估太高了 所以我们把它公布布鱼玉息 那当然就是5月的时候再把它剃掉 但是通常12月已经先卡位 就先享受到第一季的价差 然后5月再校准去领这个高息 ok 那所以呢 其实用这个精准的股息率的话 可以确保的事情是 这样这个ETF就最有口袋最深 可以配高息给投资人 了解 那而且我们从300檔里面去选 比其他人用150檔 200檔 或者是MSCI成本股来讲 你海选嘛 那海选其实就 比较不会有漏网之余 因为有一些股票 他股息率很高 流动性也不错 只是他股票不是大型股 所以其他人其实就看不上眼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股票 其实拿来买进的时候 其实领了息 总报酬其实都不错 那再者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是采季配息 ok 然后四季配息的情况之下 让大家可以很充分的去领 季季稳定的领袭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这个实在是一个 所以今年也会复制这样的逻辑吗 就12月我们会去看 今年前三季哪一些 上税公司获利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在12月再做一次换股 对不对 是 然后明年5月的话 我们就根据所有上税公司 公布出来的这个股利 然后以他的这个股价 去算出他的殖利率 最好的我们就把它选进来 每一年都是这样在做就对了 其实已经很多公司揭露出他们 今年他到底要配多少息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板子上面 这是已经公布配息的市值前150大的高息股 但No.1大家看到就海运股的这个长龙 现金殖利率高达43% 扬名也不若人厚30.4% 联发哥他的现金殖利率有9.9% 辛普是9.3% 群光是8.2% 齐邦这个是7.8% 历程是7.8%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7%以上起跳的公司不少 但是是 已经公布了还有很多还没公布的 后面一定还有更多的黑马串出来 但是要打败长龙这个40几%的席率 我觉得不容易 甚至你说要超过30% 阳明的席率我觉得真的也不容易了 讲实在的 这已经大概已经是天花板 顶到了这个脑壳上了 你说要超过我真的觉得不容易 但是呢 可能席率到7.8%的公司还大有所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猜说 那既然这个 都有公司到这个 配息到7.8%的话 那我们这个高息ETF 是不是至少也要 大家能平起平坐 所以就在猜说这个00919 今年第一次6月 季配到底会配出什么样的火花 来给大家看一看 所以郑渊就要请教名字 那以这张表 其实就是慕华哥刚介绍的 150大市值的股票 高股息的其实在这个表格的最后一栏 很多其实都已经是00919的成分股 打勾了就是了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尽可能的 让这个市场期待的火花 能够放出来 烟火大一点就对 对 让大家happy这样子 但是实际的数字是多少 其实我们还是要请6月的时候才能期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一个 数字的一个表现 其实过去00919追踪的指数 在过去6年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6.7%到11%的一个股息率的表现 平均来讲有8.2% 就是回撤的 对 那今年其实就是讲的火花 火花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有本钱放火花呢 其实以现在我们00919持有的 前十大持股来看 其实阳明 长榮 其实刚刚慕华哥讲到的股票 其实都在里面 联发科 慧阳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10%左右的 甚至最低最低的 其实都有6 7%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火花已经准备好烟火 烟火只是传它后 只是什么时候要放就对了 6月1号大家就会知道 所以大家也别猜 因为市场大家都在想说 今年金融股 比如说这个礼拜 富邦金公布出来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 这衰退7成 EPS掉到只有1块 1块多一点 那虽然说1块多一点的EPS 是这个礼拜已经揭露 这个金控公司已经揭露 字节获利的No.1 富邦金衰退7成 还是No.1 赚EPS1块多 所以说看起来今年金融股确实是真的是压力很大 因为讲实还是有防疫险的残险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富邦金控 乘几何时会出现获利的大幅的衰退 或者说出现亏损的状况 去年第四季这种状况都出来 另外你可以看到台数集团 今年的第一季的获利也结出来了 好不容易有一点点成长 赚一点点钱 所以整个台数集团最后赚不到100亿 真的也是一个史上蛮罕见的一个状况 更何况台数四保 去年第四季获利是出现亏损的一个状况 所以的确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 上税公司经历了一场噩梦了 这个部分就要请教杜大哥了 因为杜大哥是既看财报又看技术分析 不是说只有看技术分析 财报的部分还记得吗 今年年初的时候杜大哥来我们节目 就跟我们讲四店有没有 四店那时候杜大哥讲还不到70块 对不对 股价不到70块 我记得还是五字头将近六字头 现在已经四店都快到100了 真的是股市老先诀就对了 杜大哥今年我们从财报的情况 从2022年看出来整个年报的状况 以及今年第一季的季报 你会挖出什么样的潜力股呢 以前两年前我们不是有航运三雄 现在好像重店三雄 重店三雄 四店中华 华城 那今年我先跟大家推荐一个 我们7月3号交易所 会把我们现在29类股增加四类股 所以变成33类股 那我们从这四类股里面 我们各挑一支 来跟大家推荐 在利能里面 其实台达店还有华城 因为我们等一下下一个题目 要讲重店 所以我就把那个华城摆在重店 那其实像那个 今天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四季钢 也是啦 那首选大概台达店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都没有跌 而且股价也相对比较高 所以在利能里面 像台达店这个华城 四季钢 尚维投控 这些都是 那投资人可以从 这类去挑 目前最夯的题材 还有这四类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台达店这个K线图大家看一下 唐吉还讲都是好公司 或者你的黑腦 只是等不到他有一个 比较低的价格去做买嘛 这是大概在这一类 那在 那个数位银端 数位银端 他正式名字叫 那个数位银端 这个我写那个 里面 那里面有三档 一个是我们的敦阳 资通 还有01 另外还有上柜的立端那些 那里面 获利比较好就是敦阳 他1PS6块多 而且最近也 有这个消息完以后你看 我为了那个节目 我这个有一天打了一个下午 台大这一张 敦阳这个长线的一个民国89年 你看到他慢慢的涨上了 所以这个资安的股票 我们知道我那个木华兄 我都经常被那个 诈骗集团在那边脸书 有没有 有没有 真的不 那个现在张淑文也被 被那个脸书诈骗嘛 所以这个资安是一个 那另外来讲的话 休闲的话 他有很多 休闲像说高尔夫球 的这个 这几支股票 那里面 我认为 好像乔山比较 有这个题材 可是他量很小 所以在休闲里面 高尔夫球的这些 或是这个运动的 那又挑这一支 可是这一支目前来讲 没有什么量 就是我们大概有 在我们基加的话 有合成啊 还有做油漆的 这个永济 他也没有什么量 那合成刚好还有金工嘛 现在最夯的 这个金工的股票涨 我一直认为金工股票涨 这个好像有一个矛盾 万一台湾真的战争 那你应该是整个股市会 会比较不好啊 你涨那个金工 所以这个是体材面 体材面啦 就是说台湾万一 最好不要发生这个东西嘛 你在讲这个金工 那这档鼓就是 我们知道啊 威力设备 可是他又有包含一个金工 所以合成 就是在这个居家里 这里面有几支 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叫永济 我看他没有成交 他做油漆的 永济造星 他也是列在这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居家里 那这个另外 还有我们这个观光的 他以前叫观光饭店 现在来的观光事业 那像饭店里面 我一般推荐都是 我们精华啦 因为精华是头心都在买 而且 获利也不错 那其中 我们有比较有名的就是美食嘛 美食比较便宜 另外 那还有那个礼物画画 他就是里面有捞到雄狮奉 那我们就 不类在这边 就说在这个 休闲这里面的 就这些都是 那我认为美食以前曾经大跌过 那这一支 所以我推荐 那另外还有跟我们这一次 我还是一定 要推荐台积电 因为同济人 你们贵公司在10月 前一个礼拜进卡 我在10月那时候 刚好是决定存卖台积电 所以这一支股票 我既然做得很顺 那目前还不错 那目前我们刚才讲的 台积电有三个跳空缺口 那目前 他在1月30号的504跟546 这边大概40块 那大盘不断的 波段高点 可是台积电没有过1月31号的高点 很多人认为说 大盘会不会再上去 或是破底很简单 台积电只要破504 大盘就会晚下去做 我们推的西波 那如果说他认为 还有我们在2Q还有一个高点 那台积电你应该要突破 546的波段高点 所以台积电 那现在是台积电要等 一个买点 很多人问我说台积电什么时候 那我们刚才有讲 504是短线的一个 最好的买点是这个 第二个跳空结果 这是纯粹从 Stand这个跳空切口 完以后 第二个而且他最近是说 挡上去完以后量都是在1万张 1万张以下 没跌就到2万多张 就代表说 大家认为 你有跌我就想买 可是你如果反弹上来 那个量就收了 没有追价力 没有追价力 因为大家认为 你1Q2Q应该要休息 那你真正的比较有合理价值 就像 秦玉贵 那个出来的话 就是命好 因为你刚好买在最低点 他最低点你就物超守值 而且你又去买 当然 这个整个绩效就相来 所以像我们一直 钦佩巴菲特 为什么 因为巴菲特92岁 他开始做股票的话 是1929年大崩盘以后 要没有 所以巴菲特当股神 就是这89年都是走兜头 这是我推荐类股 大概以这个为主 好 这边要请教名字 就是说因为一般高股息 大家都青睐金融股 对不对 但我们刚刚也讲了 富邦金今天 这个礼拜公布出来的获利 1Q衰退7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获利衰退 不过至少他已经是转亏了 对不对 至少有亏赚赚赚 至少有赚1块多 EPS 我想很多高股GTF都配金融股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一档 00919都没有选金融股 原因是在哪里 金融股其实是 台湾人真的非常喜欢的标的 这边其实有统计 所有的金控股加起来的股东人数 其实有709万 其实真的很多 因为金融股给大家很安心的感觉 因为金融股大到不会倒 而且配息还蛮稳的 但是配息其实来自于获利 但是其实去年获利 他前三季已经开始不好 第四季出来又更不好 那连同刚刚穆滑哥讲的 第一季也不好 也衰退很多 所以呢其实近期说 他配息不好 其实这一个资讯 其实知道去年获利不好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猜得到 今年配息不好 但是存股领息 其实很大一个点是说 你不能够领了股息 赔了价差 所以关键点是说 你要挑股息有成长空间的 或者是股价变便宜的 你再来买 那所以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919在12月换股的时候 其实完全没有金融股 其实就是考虑到 金融股的获利其实已经不好了 对 所以我们在12月换股的时候 其实是刚刚讲过 市场上首档 那个考量企业获利成长率 去进行选股的 那希望能够选出来股息股价 都有潜力的一个成长股 所以前三季EPS成长率高的高息股 是我们挑出来的重点 所以当你在低档的时候 买进了这一些 EPS成长率高的高息股 那就可以确保的事情是 你可以先赚价差 然后再领股息 所以你整包起来 其实你是股息股价都赚到了 那就可以避免赚了股息 赔了一个价差的一个状况 OK 所以才从15块涨到19块 对不对 好 明志已经把这个逻辑说得很清楚 不过大家也问说 那到底能不能填息 填息有没有信心 我知道说如果说成率高的话 填息可能要一段时间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我们每季配息 对 所以季配息的情况是在 每季配息的幅度都不大 我们就举台积电为例子好了 他每季配息 所以每次配息的幅度不大 其实开盘秒填息 或者是除息当天盘中就填息 为什么呢 其实是每季配息的幅度不大 所以每季配息就把这个 等于说过去都年配的这种 一次配这么高殖利率的这种 所谓的空间把它缩短了 对 所以季配也我觉得真的也蛮不错 因为大家每一季都可以拿到现金 对一些退休族群 或者说有稳定现金流需求的人来讲 就很重要 因为他拿到息他就可以用了 好最后要请教杜大哥 刚刚谈到所谓重电三雄 市电中兴电跟华晨 过去这些股票都是人门股 没有想到今年第二季 第一季这些重电股真的全部出头 是跟台电的方案有关吗 就是所谓强韧电网计划吗 因为台电要投入非常多的钱 几千亿再把台湾的电网去做改造 这个强韧电网计划 但是今明年就要投入这个 差不多700亿 而且整个计划我知道是四五千亿的计划 所以这重电股 势必后面是有一些 这个所谓标案的这个营收的注入 只是说盈余能不能增长到 他们现在匹配的股价 这就要问杜大哥了 因为台积电修行 大家想说两年前我们有 那个所谓的 那个航运三雄 或是我们的钢铁人 还有航空三雄 所以在那个电子股修行 总是钱要找有出路 尤其像投信一定要有基本值股75% 这个里面的 那我就想到 因为我大概三年前有写贤股圣经 所以传染股里面有这个K线的 我大概很久以前我就有弄这个东西 那这个现在中店三雄里面 我们大概我们市店以前讲过 我们讲中芯店 其实他最早做的是中芯 因为中芯的话 他1PS5块多 今年5 6块 他真的有1PS的东西 所以他是第一支先涨上来 涨到大概 大概100多块 那 后来 华城跟得上来 那投信的一直在买华城 后来涨到 比较高完以后 他们就去点那个所谓冬元 曾经点过市店 我们也在这边的时候 后来点冬元 头信的买一些 再把它卖掉 那最近又跑回华城 为什么 因为华城只有重电完以后 他还有 那个电动车的充电砖 所以这个 那这样冬元的话是有电动巴士 所以里面的话 其实中电三雄 里面首显应该是中芯店 主力都在这里面 他现在拉其他的股票 或是说 现在有拉其他相关的股票 这是里面中芯店 在华城 华城现在最夯 已经要赶上那个 中芯店 就说 二哥 把它拉上来 这支股票更怪 我收集研究报告 没有人写研究报告 对 像中芯店 研究人还写 华城没有 其实EPS并不高啊 不高啊 现在就 他现在涨到110几以上了 已经吐过那个中芯店了嘛 现在 就是说 投信开始一直补 那完以后 量也上来 那另外我们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重电三雄 按照以前的经验 我永远也知道 我们的航运三雄 成交量那时候曾经到多少 好像是占整个总部位的 两层三层 有有有有 有没有 那时候他们出大量嘛 两年前出大量完 有头部 那还有我们钢铁也是 大概 所以我们 现在大家在追这个重电三雄化 很简单 你只要看他三支股票加起来 增加量 如果哪一天 超过 不合理的价格 那普通高点就大 爆炭 爆炭大量 一直爆炭 一直到大家一直到 因为现在 在台积电休息当中 我找到一个出口 而且这个传三股 我们知道很久没有人去 漏 因为我们大概每隔一阵子 就像台积电以前休息的时候 就跑到台售四保 十几年前 那去年 两年前是跑到 钢银铁嘛 现在还不容易 跑到这一个小类鼓来 而且这个小类鼓蛮多的 另外来讲 如果说重电三雄 你不敢买 可以买这一支 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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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比较好 而且价格比较低 他后力也 刚才不好 配股也不好 可是 拉上来以后 后来他有电动车 这个电动巴士晚用 后力 ENJUENJU已經 把他晚上去做调整 所以 除了这个重电三雄晚用 所以我们就推荐说 冬业这里面 也是 大家如果不敢买这三支的话 也在冬业里面 比较低 而且 我们早期也经常问他 因为这个 在我这三十几年里面 我认为这一支 是我们很习惯的 去买卖 像 那个华城以前 我真的没有听过 那个 冬业我是 熟悉的很 曾经去做买卖 所以说我们大概 在这边推荐 15的股票 目前是很夯 那 你去找类股的话 除了金工股 很多人不敢买完以后 这个重电股 大家可以去 在整个大盘做盘 箱形整理的时候 这一类股是目前的 短线的一个主流 可是大家一定要看到 如果哪一天量貌太大 铺单高点就到了 这个当然 我们常讲 这个个股股价 他会因体财面 或者说 整个气氛飙上去 但终究他会回归基本面 这个你看到航运股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曾经 我看到长龙曾经 这个八周股价就从不到100块 一路飙到200多块 就是8个礼拜而已 那后面当然就慢慢下来 不过他们也确实是很赚钱 刚才谈到了00919 他里面就有长龙阳明 因为他们的殖率都非常好 四成三成的这个殖率 确实也是 如果以高股息的ETF来讲 选入他们也是一个 符合逻辑的一种操作的策略 所以在个股上面 大家注意切勿这个 在报大量的时候去追高 杜大哥刚刚跟大家有交代 但是这个体财面 他会推升股价 这是不真的事实 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第二季 股市有稍微回档 或者说 整个因为财报的发布 各股价位有下来 ETF稍微有这个价位上面的下来的话 其实不失为好的一个布局时间点 因为毕竟投资人 如果在低档布局好股 布局好的ETF的话 你可以既赚到价差 又可以赚到这个股息 就好像刚刚明志讲的 因为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募集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进场 对不对 一次给他全部都 把我们所有募集的资金给他全部投入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让我们抓到一个非常好的timing 所以为什么今年第一季0091的绩效 在所有11档里面的高息ETF Number 1 就是掌握到这个非常好的进场timing 所以投资人呢 其实进场timing也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说你不善于掌握投资timing的话 其实你用定期定额的投资方式也是非常好的策略 这个好的ETF 那你就每个月固定的一笔钱去投入他 其实你也不用再去掌握timing 你中长线可以做退休金的规划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思考的一个投资策略 今天非常谢谢请到杜大哥 也谢谢请到这个00919的经纪人谢明志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谈一下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 让各位投资人可以参考 那我是阮木华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 收看我们的财经木耗时之外 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更多的好朋友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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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